龙秀 龙秀 快起来吧 去完成你的实力 龙秀中了一水寒的迷魂射破 一水寒远在几百里外的奇目风 也能凭借屁魔剑操控龙秀 龙秀拿走了龙当的寒月宝刀 悄悄地离开了房间 他的目标乃是石为天 恰好石为天这晚喝得伶仃大醉 他感叹凡人骨的变化太大 先是寒山姥姥先是 再是销魂石骨被杀 不知道下一个出事的会是谁 鸣鸣呼呼之间 石为天看见龙秀跟在他的身后 随即出言对龙秀说了一大堆的话 又见龙秀没有搭理自己 石为天只好提着酒壶离开 在一水寒的控制下 龙秀再次追上了石为天 石为天察觉身后有人 转身看去发现又是龙秀 不由地询问龙秀 鬼鬼祟祟地跟着他干嘛 画面一转 龙刚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发现桌上的寒月宝刀消失不见 妹妹龙秀也不知所踪 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连忙前去寻找起了龙秀 心中祈祷不要有事 然而好的不灵坏的灵 龙刚来到甲山附近 发现了石为天的尸体 龙刚猜测是龙秀杀了石为天 恰好这十元啸天四人找了过来 发现了有些惊慌失措的龙刚 以及被韩月宝刀杀死的石为天 不由地怀疑起了龙刚 龙刚猜测是龙秀杀了石为天 因此替龙秀遮掩了起来 只说是韩月宝刀消失不见 他这才出来寻找韩月宝刀 不曾想却发现了石为天的尸体 和一旁带血的韩月宝刀 东方白石叫停了众人 认为这件事情疑点重重 他们的确没有目睹龙刚杀人 一切都等他查明真相再说 免得误会好人引起内讽 龙刚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 连忙回到房间查看 发现龙秀不知何时又躺在了床上 单单见龙刚脸色难看 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刚没有隐瞒丹丹 说出他刚才离开房间 其实是为了寻找龙秀 可能是龙秀杀了石为天 你是说是龙秀杀了石为天 所以你刚才才没有说破 这不行 赶快叫醒他问个清楚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丹丹唤醒了熟睡的龙秀 询问他是不是出去过 然而龙秀被一水寒操控 根本没有那段时间的记忆 只记得自己一直待在房间睡觉 并没有离开过房间 他听闻石为天被人杀害 煞时间大惊失色 询问丹丹是不是在吓他 见龙秀的反应不似作假 丹丹只好出言安抚龙秀 让他先行躺下休息 次日清晨 东方玉和北唐星儿两人 认为龙刚没有喜剥杀人的嫌疑 因此无法和龙刚同心协力 修炼玄宫合体 东方玉更是提出 由沙神代替龙刚修炼南火玄宫 龙刚认为南火玄宫是南宫家的家传绝学 他绝不可能传授给沙神 至于和练玄宫合体一事 他龙刚也根本不稀罕 眼见不调查出是谁杀了石为天 玄宫合体就无法顺利进行 东方白石只好找到了北唐墨 询问起北唐墨的意见 北唐墨这只老狐狸 本就是得栽赃嫁祸的高手 他得知事情的来龙去卖后 推测龙秀定然脱不了干系 为了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东方白石带人找到了龙刚 指责龙刚坏了凡人骨的规矩 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伯父 难道你要杀龙刚 你自己说了要追查真相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叱事俱赛 我们不用听他的谎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